我在美国已经待了二十多年吧 基本上现在一半一半 中国一半美国一半 所能看见的最大的特色呢 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以技术为主的一个地区 而中国呢是以应用为主的一个地区 那么中国这上的呢 实际上因为我觉得因为社会的 和大家的这个投资的时间段的原因吧 实际上不会愿意长期的投资 一般大家最为人在中国做一个基金 基本上是三加二或者五加二 也说最多也就大概七年 而国际如果在美国来说 早期的基金怎么样都十年 因为大家都比较有patient去等这件事情 包括当时谷歌啊或者Facebook 这些都是以大概是砸出很多钱 放很多钱进去才能砸得出来一个企业 但是它是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在中国呢其实做平台 我觉得整个来说作为社会来说还是没有这个耐心 所以在中国我们一般投资呢 比较多的是application 在美国看呢基本上都像是比较多的infrastructure 或者是AI services 或者是在云端的这些 那我觉得两边的大家人才也不一样吧 因为中国的人才呢比较 因为中国毕竟是制造大国 在很多地方呢 中国的人才毕竟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很快的能够把一样产品做出来 但是在软件上呢或者在其他的应用上或者甚至后面的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智能方面呢其实还是在硅谷做比较多 一些公司在中国很难被投资或者长期成长的一些公司呢 我们其实投资在美国 所以我们来说呢其实这大概是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想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